中共领导解放军赢得内战的原因很多 众说纷纭难以禁属 最要紧的 一是土地改革 二是毛泽东提出的建国思想 1947年3月 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 蒋介石致开幕词 称中共全面判断 为维护国家统一 政府必须刊断 陈诚做军事报告 说只需三个月即可击败共军主力 非至共军全部解除武装不止 第二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中共把军队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开始土地改革 推行依靠贫农 巩固的联合中农 消灭地主和富农的政策 让分到土地的农民参军 保卫家园 解决了兵源问题 国民党虽然也有二五减租 和土地法 希望实现耕者有气田 然而只是停留在纸上 没有发挥作用 所以国军靠抓钉来的士兵 一有机会就逃亡 完全没有主动战斗精神 在建国思想上 蒋介石要继承孔孟道统 建立以儒家思想 加三民主义为基础的国家 是孙中山的老生常谈 了无心意 毛泽东则描绘了更为诱人的美好未来 1940年1月9日 他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 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后称新民主主义论 他说 现在所有建立的 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 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 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 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 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 三民主义共和国 1945年4月2日 他在中共七大上做了政治报告 问联合政府 他说 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构成 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 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决定大政方针 选举政府 它是民主的 又是集中的 就是说 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只有这个制度 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 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有最高的权力 又能集中处理国事 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力 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所委托的一切事物 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他还说 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 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 反而提倡它的发展 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 拿发展资本主义 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 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 不但是一个进步 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 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 我们共产党人 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 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明确地知道 在中国的条件下 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统治下 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 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 及合作社经济之外 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 才能有益于国家与人民 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我要争取知识分子 他说 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的 独立、自由、民主、统一 与富强的中国 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教师 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师 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 与普通文化工作者 以为人民服务和人民打成一片的精神 从事艰巨的工作 一切这些知识分子 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中 着有成绩的 应受到政府与社会的尊重 把他们看作国家与社会的宝贵财富 这样两篇演讲稿的发表 奠定了中共在民主人士和青年学生心目中的地位 1945年7月 黄炎培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身份和张伯军 赴斯年等人访问延安 回到重庆后 写了《延安归来》一书出版 书中记录了他与毛泽东有关周七六的一段谈话 黄讲道 我生六十多年 耳闻姑且不问 凡亲眼所见 真所谓 其心也薄言 其王也忽言 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 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七六的支配力 大藩初识聚精会神 无疑是不用心 无疑人不见利 也许那时艰难困苦 只有从万死中弥取一生 继而环境渐渐好涨了 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 有的因为历史长久 自然的惰性发作 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 所有大力无法扭转 并且无法补救 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 它的扩大 有的出于自然发展 有的为工业域所驱使 强求发展 到干部人才渐渐解决 坚于应付的时候 环境到越加复杂强弯了 控制力不免趋于博壤了 一步历史 正代晃成的也有 人亡正习的也有 求荣取辱的也有 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千位 毛泽东相答 民为正本 国为政体 心路在物 视为民主 民主立国 仁仁尽责 为政当查于百姓 为党 方得尽心尽事 秉证 施德 故不会倒前车之父 亦可免人亡正习之祸言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 我们能跳出这周千里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强了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强了负责 才不会人亡正习 黄总监 这话是对的 只有把大政方针 决之于公众 个人公业欲 才不会发生 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 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 才能使得地地得人 人人得势 把民主 来打破这周千位 怕是有效的 傅斯年在延安访问期间 尽管毛延安必称民主 他却发现延安的作风 纯粹是专制渔民的作风 也就是反自由 反民主的作风 傅斯年和毛泽东 当年曾在北大相识 他们单独聊了一夜一天 谈到中国的小说 傅发现毛连低级小说在内 非常之熟悉 傅推论 毛是从中研究农民心理 进而利用其心理的弱点 投其所好 毛口中的民主 不过是障眼法而已 其实质是专制 毛陪同傅参观礼堂 将里面密密麻麻挂满了各地 献给伟大名秀的锦旗 傅说 唐哉皇哉 在代表团中 傅是唯一的清醒者 他说 张伯军是由第三党归宗 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的 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之毛毯 针如拱壁 是同皇帝亲赐 世中大典的陀牟精辈一样 警告他们 当心助毛为虐 不幸 后来到妹时 验证了父的观点 今天先讲到这 谢谢收看